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早前特區政府發了一個新聞公布 說在3月30日的時候 一架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直升機 在大南郊野公園失事 當然消息僅此而異 沒有再發佈進一步的資訊 一直到今早 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去到疑似直升機的失事現場 進行視察 他有所發現 而且還攝錄了一些影片放上網 到底他在現場找到什麼 首先他找到一些疑似 解放軍直升機的殘骸 因為他在現場挖掘了一些碎片 相信是那些直升機的碎片 第二就是他在現場找到一些 懷疑被直升機扯下來的中電電纜 然後他就說在現場有濃烈的電油味 而且還檢拾了一些 直升機的說明書 根據說明書上所刊載的型號 其實是解放軍的直舊直升機 後來朱凱迪再到現場附近進行視察 根據他所說 解放軍其實是由 水盞田村對上的引水道開始上山 一直去到甲龍臨敬的交界柱 再自行 匹林 上到疑似 這個失事現場 他就說 現場留下了很多的飯盒和垃圾 而直升機的主要殘骸 就應該已經搬來了現場 根據一些村民所說 在3月31號的時候 即是直升機失事之後那天 又有大批解放軍去到現場 部份人更加手持著鐵產 村民 開頭都不明所以 後來有一名相信是高級官階的解放軍 向村民解說 就說他們去現場是進行演習 後來當然村民就得知這個消息 根據中電的通告所說 說在3月30號的下午4點48分 中電連接屯門龍古坦至沙田的40萬伏特加空電纜 出現了故障 引致高壓供電系統錄得短暫的電壓罩降 歷時少於0.1秒 期間電力供應沒有中斷 事故發生以後 中電安排維修隊伍 抵達現場進行檢查 還有在有需要的時候 為電力設備進行維修 初步檢查顯示 電塔和電艦遭到損毀 調查仍然進行中 當然 他們對於解放軍 直升機 這些詞彙 慰莫如心 隻字不提 當然這個又是可以顯示得出 凡親牽涉到大陸的東西 他們很喜歡慣性隱瞞 實情直升機失事都是很普通的意外 應該第一時間通知特區政府的搜救部門 去到現場進行搜索才是 怎會去到第二天 由解放軍手持著鐵鏟到現場 解放軍可以出軍營外邊執勤嗎 當然這純粹引述村民的目擊 但是不止一個村民所說 沒理由 那麼多個村民都集體一起說謊 這個搜救工作不是應該 特區政府的 自治範圍以內的東西嗎 為什麼會由解放軍自行 拿鐵鏟上山 搬走殘骸 這些不是特區政府 管轄範圍的東西嗎 當然那些議員就要去追查追問一下 其次的就是 特區政府在這件事件上 他好像完全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 林鄭月娥不是很喜歡視察一下被損位的設施嗎 那時候你走去地鐵站那裡 看到那些雜機受損 好像非常傷感 這次為什麼你不去這個 雷公田村 清潭村的附近 慰問一下那些村民 為什麼你不去看看這個受損位的電塔 撞到凹了 那些電纜都飛到地上 林鄭為什麼不去現場那處視察一下 這些根本上就是雙重標準 而且特區政府 好像沒有角色 一切就等候軍部的通知 當然 防務就是屬於中央管轄的範圍 但是現在的直升機失事 已經不再是防務 已經變成救援的事務 特區政府為什麼還可以無動於衷 真的完全難以令人理解 最後在追尋真相方面 特區政府似乎只懂得坐在等軍部的消息 反而民間的力量 比特區政府更加積極 包括傳媒的第四權 包括議員的監察權 他們紛紛抵達了疑似失事的現場 進行採訪報道 以及拍攝影片出來讓市民知道 市民都需要有知情權 是不是 當他在香港的境內失事的時候 已經是變成了一個香港本地的 自治範圍的事務 當然那架軍機 香港特區政府就無權去扣押 但是你特區政府在調查真相方面 到底是有沒有角色的呢 到底能不能夠參與其中呢 你也要向市民有一個交代才行 若然說 凡是軍部的設備在香港 失事有意外 你特區政府都不能調查 這就很糟糕了 這次幸好沒有人命傷亡 沒有民用資產的受損 但是他已經是損毀了中電的電塔 你難保下一次又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 你特區政府也要向市民交代清楚 不能夠蒙運過關 接下來我們又說另一件事 就關於羅家英 昨天4月1日 張國榮哥哥 離開我們17周年日子 羅家英在微博那裡發了一條貼文 悼念這位僱友 他怎麼寫呢 他就說 每年的今天 我們一起來懷念哥哥 天堂上好嘛 這條貼文還附帶了一張哥哥的英俊相 本來也相安無事 很普通而已 誰知道有些小粉紅都要去罵羅家英 到底那些小粉紅說了什麼呢 那些人就罵他了 與其花時間來懷念 就更加應該記住 時刻守護我們的人民子弟兵 消防員 醫護人員 警察 特別是現在還在抗擊疫情的一線人員 這些擺明就是無理取鬧 完全是文革式的那種 打著愛國的旗幟 來攻擊異己 對於自己看不上眼的人 對於自己看不過眼的言論 他往往掃諸於愛國的情緒 根本上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兩件事都不回答馬嘴 懷念哥哥 和抗疫 怎麼不能夠兩件事同時進行呢 當年03年的時候 香港就是同一個情況 簡直是多餘的 所以羅家英後來都非常心灰意冷 他在4月1日的下午就出了一條貼文 他就說 微博真的不好發 那麼多年 4月1日懷念一下張先生 都被人罵了 唉 說又不是 不說又不是 我就買了一些 口罩送到湖北 都算是一點心意 都沒有必要出去說 是不是 亦有鼓勵過香港粵劇的藝人 用粵曲來唱一些打氣歌 你知道嗎 即是擺明 要回應這些小粉紅 真是慘 說句懷念哥哥都被小粉紅圍插 實際香港的藝人 何必作賤自己 走去微博那裡 即是發貼文 應該回到民主 文明和自由的世界 去Facebook Instagram 和Twitter那裡發貼文 當然 在這些地方 可能讚好就沒有那麼多 留言就沒有那麼多 但起碼不用先受氣 更何況 其實很多香港的藝人 根本在大陸都沒有發展的空間 何必眷戀這些虛耳的數字 就算給你有一億的讚好又如何 那些是不能轉化成金錢的利益 只不過是一種虛榮 回來自由的世界更好 說起張國榮 實際有一部電影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由他和梅艷芳主演 這套不是燕之扣 叫做緣份 因為還有 當時剛剛新鮮出爐的講者 張萬玉也有份演 是由王泰來導演執導的 1984年的時候 那套電影叫做緣份 這一套的電影 完全是反映得出 當時那種 浪漫青春和時眸的 一種感覺出來 在戲裡面 張國榮和張萬玉 玩了一個叫做緣份遊戲 他們就決定 將自己的緣份交託給地下鐵 遊戲是怎樣玩的 他們先進入地下鐵路 總之在地鐵收車以前 如果他們能夠在車站裏再遇見 就是代表他們有緣份 當然當時只有一條全彎線 車站只有十幾個 線路網絡沒有那麼複雜 就不同現在 現在再玩的話 多數都是圓不見 但是你想想三十多年以後 換了人間 連地下鐵都改了性 以前香港人就以地下鐵路而感到光榮 去到去年的時候 他跪下了 大家當然會感到軟息 甚至乎是反感 實情哥哥的早酒 對於他本人或粉絲來說 未必是一件壞事 起碼可以避免到 那種晚年回堂走養的現象 因為大家都看到 不少的公眾人物 其實去到晚年的時候 都是回堂的 都挺令人不開心的 他在最光輝的時刻 離開了 使得 別人對他的印象 永遠停留在巔峰的時刻 所以說 薩馬光輝 其實是可以永恆閃耀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